有人说生活是道复杂难解的公式 我们有算法 有人说生活是堂不断学习的课程 我们有说法 有人说生活是本阅读不进的书 我们有看法 生活中有算法、说法、看法 法律讲堂为您讲法 女人不能生育遭婆家嫌弃 闺蜜劝她离婚 你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 耽误了人家李伟吧 离婚后女人意外发现 自己的这个闺蜜怀上了丈夫的孩子 你们俩背叛了我 我恨你们 她与闺蜜情同姐妹 闺蜜却为何抢走她丈夫 为要孩子引婚变 法律讲堂 我们即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4年的一天 在南方某市的市中心街道上 一辆红色宝马呀 是正疯狂的摁着喇叭 拼命的跑 一辆黑色奔驰呢 在它后边是玩命的追 两辆车着不要命的驾驶 下的路上其他的车辆和行人呢 是纷纷躲避 终于在连闯了两个红灯以后 伴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这奔驰车啊 就把这宝马车给跌在了路边 从这奔驰车上啊 跳下了一个怒气冲冲的中年男人 他几步就跨到这宝马车跟前 一把呀就从车里拽出了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 你往哪跑 你给我出来 这个中年男人怒吼着 离婚我给了你那么多钱 现在这笔钱你别想独吞 江燕我告诉你 这钱里边有我的一份 谁知道那个女人竟然抡圆了胳膊 啪的一巴掌 打在了这个中年男人的脸上 是哭骂道 你这个陈世美 你们俩背叛了我 我恨你们 这一幕啊 是引起了路人的围观 大家是都在那分分议论呢 这已经离婚的两个人 怎么又来分钱呢 这女人说的背叛 又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呢 先来说说这个江燕 说起这江燕呢 在这西湖花园 那是远近闻名啊 为什么呢 原来这姑娘 不仅是打小 学习成绩特别好 还能歌善舞 而且呀 还长得特别的漂亮 那模样 不光是这小伙子见了心动 就连姑娘们看见了 也羡慕的眼红啊 2008年6月 22岁的江燕 刚刚大学毕业 就到了南方某航空公司 做了一名空姐 这刚刚工作半年呢 他就又在飞机上 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 李伟 这李伟呀 今年32岁 是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负责人 这不仅自己是收入很高啊 这家庭条件还非常的好 他这一看见江燕 那眼都直了 心想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这么温柔漂亮 落落大方的女孩 这还是头一回看见呢 李伟的心呢 是蹦蹦蹦直跳 这江燕呢 也对这位成熟稳重 谈吐儒雅的李伟 是很有好感 两个人是 你有情 我有义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经过一番热恋之后 江燕与李伟 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然而正当二人紧锣密鼓的筹备婚礼的时候 李伟的母亲却向江燕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原来啊 这老太太觉得自己家条件这么好 这李伟的公司又开的是红红火火 这天天啊 忙得要命 所以啊 他就想让江燕结婚以后辞职在家 全身心的照顾李伟 可这做一名全职太太 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呀 这老太太的要求啊 让江燕有点为难 他深情的看了一眼李伟 见李伟正期待的看着自己 他低头咬了下嘴唇 看着老太太 轻轻的点了点头 这一下 可把李伟高兴坏了 他是一把就握住了江燕的手 小燕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于是这结婚后的江燕 是顺理成章的在家 做起了全职太太 这一下子 可让他那些姐妹和同学 是羡慕得不得了啊 大家都觉得 这江燕呀 不仅是有了一个漂亮的外表 现在呀 又有了一个如意郎君 这老天 是不是有点 骗心眼啊 可是有句俗话说的好呀 叫做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这江燕 甜蜜的婚姻生活 过了没多久 一个检查 就让他幸福的小日子 走到了头 这一天 江燕发现婆婆 自打吃了早饭 就在院子里是转来转去 烦躁不安 原来呀 这老太太发现 这小两口的感情啊 是挺好的 可是这结婚都一年多了 这江燕的肚子呀 就是不见动静 依儿啊 你别怪妈着急 可这结婚都一年多了 你这 不应该呀 这婆婆这么一说呀 这江燕也慌了 于是这婆媳俩呀 是一分钟也等不了 马上就到了医院的妇产科 可是这医生的话 那就像给这老太太 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呀 原来这江燕 她有卵巢功能障碍 不能正常排卵 这幸亏发现的还算及时 这要是继续恶化下去 很有可能会引起不孕呢 因为江燕还年轻 所以啊 医生就建议她 用副作用较小的中药 进行调理 这一晃啊 快两年又过去了 这江燕 大包小包的药是没少喝 大大小小的医院呢 也去了不少 可是她这肚子啊 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一下 这李老太太坐不住了 俗话说 这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李伟今年都三十六了 还连个孩子都没有 这老李家好几代都是单传 到了李伟这一代 可不能绝了后啊 这李老太太呀 想到这儿是吃不下 睡不着 这一下子呀 就病倒了 看到婆婆为了要孩子的事 急得卧病在床 江燕心里是万分愧疚 可无论她怎么努力 却始终无法怀上孩子 正当江燕心机如焚时 她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 这天半夜 江燕口渴 她呀 起床想着口水喝 她这一打开卧室的门 就听见婆婆那屋 有人在说话 这么晚了 会是谁呢 她抬头这么一看 哟 老公的车停在那 原来是啊 李伟加班回来了 这娘俩呀 在那儿唠嗑呢 这李伟最近怎么老加班啊 出差也比以前多了 可也没听她说 接到什么大订单呢 这江燕是一边嘀咕着 一边呀 就往婆婆的卧室走 这时候 从婆婆的卧室 传出了两人的对话 声音不大 但是在这寂静的夜里呀 听起来 那是非常的清楚 你们离婚吧 给她一笔钱 咱不亏待她还不行吗 妈 您放心吧 我有数 你有数 你有什么数啊 咱老李家都要绝后了 这几句话就像一个炸雷一样 让江燕是一下就傻了 她失魂落魄的回到自己的卧室 摊坐在地上 双手捂住嘴 那是失声痛哭啊 这几年 自己未给她老李家生个孩子 吃了那么多苦 却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老公和婆婆平时对她那么好 背地里却这样算计她 这让江燕的心啊 都凉透了 这李伟在看望了自己的母亲以后 大半夜的又出了门 这江燕呢 是六神无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 显然不能让自己的父母知道 那自己心里的苦 该和谁说呢 一宿没睡的江燕 在第二天的早上 就把电话打给了一个女人 那这个女人是谁呢 正是她的闺蜜 名字呀 叫做张雪 这张雪和江燕一样 人也是长得十分的漂亮标志 俩人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啊 就一起来到航空公司 做了空姐 这朋友们当中啊 也只有张雪 一个人知道江燕的身体状况 于是呢 这江燕是立刻给张雪打了电话 俩人约定 下午啊 就去他们常去的那家咖啡厅 到那之后 江燕点了一杯她常喝的卡布奇诺 而张雪呢 却没点她爱喝的咖啡 而是要了一杯鲜榨果汁 这张雪听江燕抽抽搭搭的把事情说完 竟然露出一副如是重负的表情 张雪喝了一口果汁 缓缓的开了口 你别怪我说话直啊 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 要不然你就和李伟离婚吧 跟她都要点钱 好聚好散 你说你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人家李伟吧 她都快四十了 再说了 你们 这张雪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阵恶心 站起来就冲进了洗手间 江燕呢 是赶紧跟了过去 一边拍打张雪的背 一边关心的问 小雪 你这是怎么了呀 这张雪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说 没事 最近胃不太好 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这不舒服 就先走了 于是这张雪啊 就把江燕一个人留在了那 怎么办 这江燕一个人愣在那 是愁得眉毛都拧成了疙瘩 这眼泪呀 是不停的流 自己是很爱李伟 可是张雪说的对呀 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李伟呀 有人不是说了吗 这有时候啊 放弃也是一种爱 这句话呀 就应验在了江燕的身上 她是拿出手机 流着眼泪 拨通了李伟的电话 老公 我们离婚吧 说完就挂断电话 在洗手间里是嚎啕大哭啊 面对妻子的离婚要求 丈夫竟然一口答应 自己是很爱江燕 可是只有爱情 她生不出孩子 延续不了乡活呀 一个来自警方的电话 令妻子得知 闺蜜与丈夫的秘密恋情 你这个陈世梅 你们俩背叛了我 我恨你 闺蜜原本有疼爱她的男友 却为何要处心积虑 去抢别人的丈夫 为要孩子引婚变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江燕的这个电话 让李伟是非常吃惊呀 江燕怎么突然想到要离婚的呢 就算是要离婚 那也应该是自己先提出来呀 难道昨天晚上和母亲说的话 她听到了 听到了也好 自己也就不用有那么重的负罪感了 这不用有那么重的负罪感了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李伟早就想离婚了 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一边是将近70岁老母亲的热切期盼 一边呢又是江燕的治疗毫无进展 自己是很爱江燕 可是只有爱情她生不出孩子 延续不了香火呀 自己家大业大 没有一个亲生子女来继承 那不是太遗憾了吗 可是她又怕伤害江燕 所以离婚这个话 她就一直没忍心说 这下好了 江燕提出来了 自己只需要救泼下驴 同意就行了 最后啊 两个人是协议离婚 这李伟啊 还算仗义 把夫妻共同财产的60% 折合人民币2000万 都给了江燕 虽然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但江燕还依然是深爱着李伟 而不久后 她意外得知的一个消息 竟使得她对李伟的爱意 转变成了深深的仇恨 两个月后的一天 还沉浸在离婚痛苦中的江燕 突然接到了来自派出所的电话 让她过去了解情况 一头雾水的江燕 是赶紧到了派出所 一进门 她就看见了三个 她非常熟悉的人 是谁呢 原来是她的前夫李伟 闺蜜张雪 还有一个男人 竟然是她的大学同学 王东 奇怪呀 他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又是怎么会在派出所里呢 纳闷的江燕 在民警的解释下 才恍然大悟 并且呀 是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原来呀 这王东和张雪 在大学时是一堆恋人 毕业两年之后 两个人都要结婚了 这张雪 却突然提出分手 并且搬了家 为什么呢 本来呀 他是觉得这王东 挺好的 对自己好 人有老实 可是 他在看到江燕 嫁给了李伟 那么优秀的一个男人之后 他这心里呀 就不平衡了 江燕手上那颗 时不时在他眼前晃悠的大钻戒 实在是让他嫉妒极了 他是越想 越觉得这王东 配不上自己 是越看王东 越不顺眼 越想江燕呢 是越不服气 最后啊 他实在是不甘心嫁给王东 这张雪 终于是下定决心 脚底抹油 溜了 可这王东 在张雪身上 那是投入了自己 全部的感情啊 所以张雪失踪之后 这王东啊 是疯狂的找他 这一个月前呢 这王东 终于是找到了张雪 但是他却发现张雪 已经和一个男人同居了 两个人是同进同出 甜蜜的很 这王东啊 不是傻瓜 他没有贸然的去质问张雪 而是偷偷的 跟门口保安和邻居们 打听他俩的情况 大家都说呀 这俩人 是夫妻 这男的呀 叫李伟 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很有钱 这王东仔细调查才发现 原来这张雪 在和自己谈婚论嫁的时候 就已经勾搭上 这个有钱的李伟了 更让王东惊讶的是 这个李伟啊 竟然有老婆 而他的老婆 竟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张雪的闺蜜 江燕 得知张雪 竟然为了一个 有父之夫而抛弃自己 王东是气问之急 盛怒之下 他决定要去找张雪理论 但他却没料到 这次见面 竟然酿成一场悲剧 就在他和张雪理论的时候 这李伟突然出现了 他不认识王东 他以为是流氓在欺负张雪 是上去就给了王东一拳 这王东哪咽得下这口气啊 这俩人啊 就打了起来 这张雪一看坏了 这要是出人命可怎么办 吓得他呀 是赶紧报了警 在派出所里啊 这几个人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交代清楚之后 这李伟啊 是陪着笑脸说 警察同志 您看啊 我和我女朋友 还没领证呢 这算重婚吗 您说 是不是那小子胡说呢 办案民警严肃的跟他说 目前来看 你确实有这个嫌疑 这有些情况啊 我们还需要和江彦合十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赶紧交代 这对你以后量刑啊 有好处 哎呦我的天啊 这李伟是一下就傻了 是赶紧把事情啊 彻底又和办案民警 交代了一遍 并且说呀 自己这要是真犯了法 自己呀 肯定认 这一边 这李伟在和民警交代情况 这另一边呢 派出所就给江彦打了电话 知道真相的江彦 是一下就懵了 他终于知道自己的老公 那段时间 为什么天天加班 隔三差五就出差了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张雪 在劝自己和李伟离婚之后 就老躲着他了 愤怒的他是一步跨到张雪的面前 狠狠的一个巴掌就抽了过去 谁知道啪的一声 捂着脸的 却是跑过来保护张雪的李伟 小燕 是我对不起你 你打我吧 别打小雪 他怀 这李伟的话还没说完 他身后的张雪啊 就哀呦一声倒在了地上 这下身呢 是一片血红 小雪 这李伟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快 快叫救护车 这江燕 愣愣地看着大家乱作一团 这大脑啊 是一片空白 张雪不幸流产 他无奈道出勾引李伟的真正目的 他呀 嫉妒江燕 他想把李伟抢过来 李伟与张雪并未领证结婚 为何他同样涉嫌重婚罪 他们的行为啊 符合事实重婚的朋友 江燕本是离婚的受害 又缘何被李伟告上法庭 为要孩子引婚变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张雪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 可是很遗憾 他在给李伟和王东拉架的时候 不小心脚底一滑 摔了一脚 加上情绪紧张 他流产了 失去孩子的张雪 认为这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心灰意冷的他呀 和办案民警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呀 他在知道江燕的身体状况之后 就动起了歪脑筋 看看李伟 这不仅人长得帅 自己还有能力 家里呢 还有钱 再看看自己的男朋友王东 哎呦 那简直是没法和人家比呀 凭什么江燕就可以嫁给有钱人 自己就非得嫁给那个 既没本事又没钱的王东啊 他呀 嫉妒江燕 他想把李伟 抢过来 他从李伟的下属那里打听到 这李伟呀 经常去一家酒吧 于是啊 他也常去这家酒吧 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 他终于等到了来这里躲清静的李伟 把李伟灌醉之后呢 两个人就去开了房 冲破了那最后一道房线 事情发生之后啊 在他的要求下 李伟就在一个高档小区 给他租了房子 从此之后 他呀 就把自己的男朋友王东 彻底给登了 最后 在他的甜蜜公事下 这两个人呢 就开始初双入队 整天黏在一起了 这张雪啊 本来是想 自己一怀孕 就逼李伟和江燕离婚的 和谁知道啊 他这刚怀孕 这李伟和江燕的婚姻呢 就走到了尽头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 直到这时候 李伟才知道 这张雪呀 爱的并不是他这人 而是他的钱 只有江燕 是真心爱他的 派出所经过仔细调查后认为 这李伟呀 确实涉嫌重婚 于是案件呢 就被检察院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啊 这李伟的辩护律师就指出 李伟和江燕 已经协议离婚了 而且呀 他也没有和张雪 办理婚姻登记 所以李伟的行为 并不构成重婚罪 那么李伟的行为 到底够不构成重婚罪呢 我们说啊 如果李伟和张雪 只是偶尔的约会 见面亲热 他们呢 没有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 也没有登记 那么李伟呀 当然不会构成重婚罪 但是本案中的李伟 在和江燕没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和张雪 以夫妻的名义 共同生活了 他们的行为啊 符合适时重婚的特征 所以法院最终判决 李伟犯重婚罪 由于在庭审时 李伟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取得了江燕的谅解 而且呀 他的犯罪情节比较轻 也没有造成 其他的社会危害后果 在公安阶段呢 又具有自首情节 那么我国刑法规定啊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所以呢 法院在综合考虑案情之后 对李伟是做出了 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 那么江燕呢 也明确表示 不会再追究张雪的刑事责任 法庭宣判之后啊 李伟是非常的伤心 他只是想找一个真心爱自己 又能够给自己续香火的妻子而已 可谁知道啊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他最后选择了和张雪 和平分手 由于这件事呢 闹得是沸沸扬扬 张雪呀 也没有脸面 继续留在原来的单位 所以呢 他是只好辞职 远走他乡 张雪为自己的荒唐举动 付出了沉痛代价 而江燕也因为李伟和张雪的背叛而伤透了心 江燕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却没料到贤夫李伟竟将他告上法庭 原来啊 在李伟和江燕没离婚的时候 这江燕的表弟小丁因为生意周转 找江燕借五百万 江燕和李伟商量之后呢 这李伟啊 就让江燕把钱打给了小丁 不久之后啊 人家小丁就把这钱全都还了回来 十天前 李伟因为公司周转需要资金 就找到小丁 让他还钱 谁知道人家小丁说啊 这钱我都已经还给表姐江燕了 于是呢 这李伟就给江燕打电话 谁知道啊 这江燕是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连门都不让他进 这李伟啊 是一下就火了 他是一指诉状 就把江燕给告上了法庭 那么在这里呢 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法律概念 叫做 遗漏的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离婚后 一方以上有夫妻共同财产 未处理为由 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分割的 经审查 该财产 确数离婚时 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予以分割 那么法庭经过调查以后发现 李伟和江燕在协议离婚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这五百万 这个钱呢 确实属于遗漏的夫妻共同财产 应当依法进行分割 那么在开庭的时候啊 这江燕的情绪是十分的激动 啊 说是他们俩先背叛我的 这李伟是婚姻的过错方 我凭什么要把钱再给他们呀 这过错方不是应该少分 或者不分财产吗 这法官呢 就给江燕解释说 江燕有权要求李伟 对他进行损害赔偿 但是这个五百万 却应当依法进行分割 面对这个让自己伤痛了心的男人 江燕的情绪 根本是没办法控制 法官说的什么呀 他压根就听不进去 没等庭审结束 他就怒气冲冲的开车 离开了法院 那李伟呢 是在后边追 于是啊 就出现了咱们的故事 开头的这一幕 在大家的劝说下 李伟和江燕终于是停止了争吵 分别回了家 最后呢 在法官的调解下 这江燕呢 是终于同意 在法院指定的日期前 支付李伟呢 是人民币二百三十万 婚姻生活呀 不可能一帆风顺 出现问题的时候 夫妻双方应该 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而不应该像李伟这样 选择背叛和抛弃 因为婚姻里有的呀 不光是爱情 更多的 还是责任 张雪一心想嫁个有钱人 背叛了自己的朋友 最后却落得个人才两空 我们说 对待爱情和友情 应该相互忠诚 真心相待 任何的虚伪 背叛 到最后都将是给自己 酿旧的骨果 好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妻子被人上门追杀 嫌犯落网 供述受人雇佣 网名叫做 寂寞侠客的人 要雇他杀一个人 警方怀疑是丈夫所以 妻子却坚称与丈夫很恩爱 一张照片揭露幕后凶手 正是丈夫 而妻子为何最终选择原谅 丈夫为何要杀他 明日播出